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 快要到下行了 最近我在媒體上看到說 台灣最近要準備一個很大規模的 點閱召集 大概要動員四十幾萬人吧 說可用兵力 也就是 現役軍人跟退役的 不管是志願慾還是預備役什麼的 因為全部爭調才有四十五萬人吧 據說是這樣 那有一些名嘴說千萬別動 因為一動的話 引發中共的殺機反而不妙 這個我覺得聽到以後 我覺得非常好笑 而且第二個好笑的是什麼 據說這次點閱召集 不是到那邊去報道 然後在那邊禮堂裡面打瞌睡 聽了一些長官在那邊講一些無聊的東西 據說這次還要動真格二的時間 要訓練什麼呢 訓練的既不是打靶 也不是射擊 也不是幹什麼 是訓練巷戰 巷戰 巷戰簡單講就是都市遊擊戰 就是在都市裡面PK 大家學過 大家玩那個電動玩具裡面那個CS 生存遊戲就是巷戰 在城市裡面躲著牆角 砰 避掉對方 或者被對方避掉 就是巷戰 其實這個巷戰 那個就是 古代講巷戰是指的肉搏 因為冷兵器時代嘛 必須要近距離才有辦法那個施殺 那現在有了槍械之後 遠距離也可以 有相當距離也就可以巷戰 那這個據我所知道 在台灣的國軍部隊裡面 就是真正學過巷戰的 好像只有一個單位 以前的國防部情報局 他的幹部訓練班裡面 那些所謂的基礎幹部 基幹 也就是幹員 碟員 他們是受過完整的這個 城市遊擊戰的這個訓練 那裡面包括什麼 包括縱火 包括深冬及西 包括用很少的武器 讓造成很大的那個爆破 就是路上的爆破 讓人家產生很大的那個恐慌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突擊嘛 就是突擊隊 但是它是一種遊擊的方式 用很少的小隊或者是中隊 就可以造成一個城市很極大的恐慌 各位可以想一下看 這個這個這個例子 是不是只有只有軍人才懂 其實非也 大家如果記憶猶新還知道 有一個叫陳敬興 有四個人 那個白小燕命案 那四個人造成台灣極大的恐慌 花掉了極大的費用 中間還犧牲了一名員警 那名員警 據說是警方得到線報 發現到這個這個 陳敬興高天明他們出現在某個地方 結果警方就出動了大批的警力圍捕 大批的那個警車 在在那個台北市區裡面 圍堵他們 還拿了盾牌 結果有一名警察中彈 後來送一步至身亡 那是這場戰役裡面 這個犧牲的一位警察同仁 但是據說那是因為警察的人太多 沒有部署好 就是每一層一層的這個攻擊線 跟防疫線都沒有弄好 結果是自己人打的 從後面打到他 就是大家都開槍 都朝前面開槍 可是他在前面被人家打到 從背後打到 據說是這樣 那這個當然警察沒有承認了 警察單位沒有承認這件事情 他們內部有沒有做檢討 不知道 反正是那一次就是非常之慌亂 老百姓很慌亂 人心惶惶 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出現一個惡煞 那那個警察面對的也非常之慌亂 還有就是每次聽到線報之後 警察動不動就出動幾百人去圍捕 有一次在林口山上的時候 接到當地人的線報之後 人家圍堵他的時候 結果以前那個警察還講述這件事情的時候 說在這一幫亡命之徒 他們全身都穿得很厚的那個夏天 穿得很厚的夾克 裡面還有棉被 小棉被 為什麼 是因為他從山上 他不是走山路 他是直接從那個山坡上面滾下來 用滾的 碰到那些叢林啊什麼的 那些灌木啊什麼的 他就直接滾下去 一般人不敢 不敢在60度以上的這個山坡 那不是路嘛 連爬山裡都沒有 都沒有抓的地方 就是茅草這些都會割傷人的地方 可是他們是逃命 所以他們就拼著老命 直接往那個山 山壁上面跳 跳下去之後人家根本抓不到他 他已經到山底下跑掉了 結果這一大堆人 動員了一大堆人 白忙了一場 那個情形很像 很像那個中國大陸以前那個 東北二王的故事 東北二王也是 也是損兵折降很多人 動員非常多人 那個是因為中國大陸那時候 完全沒經驗 越是暴露這種案子 越顯得這個的治安的無能 那個訓練的沒有這個無效 那陳靖興的案子 讓老百姓對警察的這個圍捕能力啊 徹底的這個崩潰了 可以這樣講 完全不相信 那當時當時就 當時我在想說 為什麼不派什麼陸戰隊 或派特種部隊 像黑鷹部隊什麼部隊 下去打擊 或者是情報局的專家 下去參與警察的活動 還有憲兵部隊 每一個軍種都有特種部隊 由這些特種部隊 那麼多狙擊手 為什麼不能集中火力 去幹掉這幾個傢伙 讓他們拖了很久 光是便當錢就花掉好幾百萬 因為每一次都動員了幾百人 每一個人都要吃便當 每一個便當算是 算一百塊好了 那你看看多少錢 那中間還有這個出篩費 還有一大堆的費用 等等等 所以說這四個人 陳靖興等團夥 就造成整個台灣社會的恐慌 四個人 最後高天明是因為被嫖妓的時候 被人獻爆 那警察圍堵他的時候 他引淡致敬 那最後剩下陳靖興一個 陳靖興一個人是在 他跑到南非那個大使館的官邸去夾持 凡此種種 如果行現那個波衝的話 會發現到那個背後 台灣背後還有很多的黑暗勢力 在支持這些人搞亂 那同樣的 你今天 今天你要動員一個 完全沒有這種知識背景的人 挺著大肚皮 退役了嘛 挺著大肚皮 在各行各業裡面集中 說你要訓練他向在 那真的笑話到了極點 我覺得 真的是不要浪費便當錢了吧 也不要去搞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點閱招集了 因為他們 他們在各個單位裡面上班的話 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他每個月的薪水很高 你國家 你能夠用他公司的薪水 付給那個公司嗎 讓那個公司 以便他的損失 由國防部來承擔嗎 那不可能吧 那不可能的 這個人 你點閱招集他的時候 他就會面臨兩難的局面 因為他無法跟公司交代 他拿得高薪 他愧對於公司 公司可能因為你的點閱招集 耽誤了他的業務 凡此種種 我以前已經講過 所以我是極端反對這個東西 那我剛講說 真正的那個 臺灣的治安 你可以看 有一個文森的大力士 被人家開了幾槍 拿的都是知識手槍 臺灣到處都是槍支泛濫 動不動 黑衣人一堆人集合 就拿出知識武器出來 PK 所以臺灣從來不缺這個 街頭遊擊戰 動不動破獲一個軍火走勢 一下槍械亮出來就是 幾百隻上千隻 再來臺灣有那麼多的陸生 大陸的那個臺灣的學生 還有一個陸配 這些人的背景是怎麼樣 都不清楚 我想現在這個階段 臺灣面臨很多問題 那其實事實上 在我周遭 只是相宜揭壇 好像戰役密布 是因為這裡以前是軍眷村 那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老百姓根本沒有 一點這個要戰爭的味道都沒有 完全沒有感 無感 那因為現在是自願役 所以沒有當兵的人很多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 什麼叫兵馬空種 這完全不懂 那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 所以美國政府 美國總統下了一個行政命令 把在美國本土的 所有的日本一的 就是你移民來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全部召集起來 全部送到一個類似集中營的地方 就是把你們看管在那個地方 你啥子也不能做 你就是等於是一個 美國的日本集中營 把這些日橋啊 全部弄到那邊去 這個 你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我的魚會飛 那個西雅圖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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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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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派克漁舖 派克漁舖的那個那個那個人 他就是日衣的 他以前小的時候 就住過那個集中營 所以他對美國的印象 因為他是在美國出生的嘛 他爸爸是第一代移民 他媽也是第一代移民 然後他是在美國出生的 但是他以小的時候 好多年 二次大戰的好多年 他們是在那個集中營過日子 把原來的家產變賣 然後到那邊去集中營 過的是集中營的生活 後來又又又又又把他們 二次大戰完了之後 把他們放出來 他們又從頭開始 所以他們對美國政府 是非常之有仇恨的 就是因為那件事情 那是因為 當時美國人認為說 美國偷襲珍珠港 是因為有日本的間諜在裡面 那這些日本的間諜 是透過在美國的那個日衣的移民 傳遞情報 同樣的台灣以前也是啊 各位如果看美軍的空罩圖上面 標注的地名什麼 都清楚啊 那也就是說在陸地上 那時候還是日據時代 也就是在陸地上 他有內線嘛 有間諜嘛 有提供情報 所以他把那個空罩之外 他把地名統統標得非常清楚 哪裡是軍營 哪裡是什麼部隊 哪裡是什麼宿舍倉庫 他都標得很清楚 就表示他地面 仍然是有情報單位的 而當年這個日本人 他們在台灣的這些軍人 他們跟一般老百姓是隔離的 隔離的 一般老百姓 只能做一些那個粗漏的工作 那他們也有經過篩選 但是這樣子仍然可以造成說 軍事單位並不機密 以前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 那剛剛講說那個台灣真的受過巷戰訓練的 就是游擊戰訓練的都市游擊戰 一般講打游擊都是在那個荒郊野外 蟲密林裡面不是這樣子 那都市游擊戰就是 就是把都市叢林當作水泥叢林當作是這個樹林一樣 然後在裡面很多的掩體 有很多的技術 那個據我所知 只有國防部情報局以前曾經有過這樣的正規訓練 包括縱火包括爆破 都是要再用最少 像那個陳定欣這些人 他是逃亡 他是犯案的 逃亡 一面逃亡一面殺人 方保方案命案 都是滅門的 都是很可恨的人 居然還有黑道的人在後面支持他 這些都是在台灣的隱憂 那台灣有那麼多的黑道 這也是在這個治安上面 在這一次這個行動裡面 可能也是一個未爆彈 他們會不會結成這個紅色第五重隊 不知道 凡事凡此種種 都是讓我覺得說是 有國有民會得憂鬱症 那另外就是這個 最後講一個跟巷戰有關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個 那個 中國的建立是因為有很多先烈 中間有一個黃心八子將軍黃心 他只有八個手指頭 為什麼他有兩個手指頭 是因為在香港 他們要策動一次那個 香港的那個武裝革命起義 那要跟 要攻打清軍 當時說那個清朝某一個大官 要在香港那邊出現巡遊吧還是怎樣 他們要幹掉他 然後結果他們就 就弄了一些土造的那個槍械 然後自己組裝 組裝好了之後 還有彈藥也是都土造的 不是買了什麼那個 兵工廠出現的 出的那種貨 結果這種東西因為是土造的 可能從菲律賓進口的吧 菲律賓的民間就在善於做這個 私人製造槍械 阿富汗也是 阿富汗也是那個民間 有那個 槍械一條街 你隨時都可以買得到這些東西 都是人家土造的 不是兵工廠造的 據說黃心當時他是開槍的時候 那個槍那個土造的手槍爆炸 把他兩個手指頭炸斷 他因此突脫了 所以黃心八子將軍是 只有八個手指頭 是兩個手指頭 是被自己那把槍爆堂炸掉的 黃心是湖南人 非常巨大 那他去世的時候 他那個遺體 你可以看起來 他本人活著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人 而當年黃心 差點要當了中華民國大總統 因為當時那個 他的勢力是非常之大的 所謂勢力是指的 他能動員的兵力 遠遠超過其他人 其他人我們就不一樣講 連那個孫中山都 都畏懼 非常畏懼他 屢次勸告他 最後就是給了他錢 就要請他到美國去旅遊去了 然後以便他做中華民國 第一任大總統 那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都跟巷戰有關係 巷戰所有的革命 那中國大陸那個 以前的那個共產黨 什麼兩湖秋收暴動 什麼什麼暴動 南昌暴動 什麼全都是什麼 都是城市遊擊戰 都從城市開始引發這種東西 那這種土匪式的行動 這種暴民式的行動 中共就是以這個起家的 那今天如果說中共 如果說正規軍隊登陸來了 登陸到台灣本土了 那我們再來打巷戰 說句實在話 那就早就Live Key了 我個人仍然是認為 我們的那個國防政策 就是遠距決勝 然後遇兵於民 遠距決勝 就是把所有的那些火箭 飛彈全部列陣 列陣在這個台灣海峽這一面的 那個各個閃點上面 沿岸閃點上面 然後這些沖天炮放完之後 就完事了 剩下就沒戲了 簡單講就沒戲了 對方如果還要再用陸戰隊 來登陸的話 那也只能夠 堅敵於攤頭 因為只有幾個點可以登陸 如果一旦讓他們真的大批登陸的話 那真的就沒戲了 要搞象戰那都是笑談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你以為如何呢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